女人去墓地看望自己已故的亲人 然而,她在路上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一只狗狗竟然在主人的墓下面挖了一个洞 当女人了解到她为什么这样做以后,非常震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狗为什么在主人的墓下面挖洞? 虽然人类是全世界最具智慧的生命体 看似凌驾于万物之上 但在母爱这份情感上,动物和人却是共通的 照顾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人类如此,动物亦然 甚至很多时候,自然界动物的生存环境比人类要恶劣得多 可他们对孩子的母爱却丝毫不逊色于人类 就像下面这只流浪狗妈妈 这个年轻的女人来看望自己已故的亲人 她正抱着鲜花往墓地的方向走去 正在这时,她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微弱的声音 女人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刚刚路过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 不过,微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于是,她绕着墓碑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 突然,她看到其中一块墓碑下面有一个大洞 从远处看,这个洞好像是被谁故意挖出来的一样 不过,上面还覆盖了一些松软的泥土 女人迈着步子朝那边走去 直到走近才发现,那并不是什么泥土 而是一只蜷缩着的狗狗 女人非常惊讶 她看了看墓地周围 这里很少有人会来 那这个大洞一定是狗狗自己挖出来的 狗狗听到了人类的脚步声 抬头看到了朝她走来的女人 直接被吓得呆住了 她更加用力地将自己蜷缩进那个洞里 女人也被狗狗的行为吓到了 但是她知道狗狗应该是在哀悼她的主人 狗狗怀念去世主人的情况并不少见 不过眼前的情景女人还是头一次看到 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只狗狗费了那么大的劲 只是为了更接近自己已故的主人 狗狗警惕地盯着眼前的陌生人类 她看上去有些慌张 似乎是在极力遮掩着什么 女人没有察觉到狗狗的异常 只是觉得狗狗的行为非常感人 于是拍了几张照片上传到了社交平台 其实在过去几年里 也有媒体分享了一些狗狗因为自己主人的逝去 而趴在主人墓碑上哀悼的故事 女人在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哈士奇狗狗 无比温暖人心的新闻 新闻里的哈士奇狗狗 在主人墓碑上躺了几个小时 她非常难过 一直在为逝去的主人 悲伤地哭泣 下面类似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一只小狗连续在她主人坟墓旁趴了两天 她的主人在巴西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中遇险 即使我们无法通过语言明白狗狗的感受 但他们的感受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了他们的行为里 女人在狗狗面前站了很久 直到狗狗不再用那种警惕的眼神盯着她 她才试着让狗狗从洞里走出来 女人朝狗狗吹了两声口哨 狗狗没有动 她又开始喊狗狗 可是那只狗狗一动也没有动 没有人知道这只可怜的狗狗在这里待了多久 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水或者食物 女人询问狗狗是不是在哀悼自己的主人 狗狗耳朵动了动 它轻轻点了点头 从洞里爬了出来 看着眼前主人的墓碑开始乌烟 不过很快 狗狗又跳回了自己的洞口 它检查了一下身下的东西 女人看着狗狗的动作 它意识到狗狗身下一定还藏着什么 是它的食物吗 它慢慢走近狗狗 朝洞里看了看 刚好狗狗将身体侧了过去 在看到洞里的东西后 女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 这只狗狗不仅仅是在哀悼它的主人 也是在保护它的孩子 这只流浪狗妈妈 在主人的墓碑下挖了一个洞穴 并且在这里生下了她的孩子们 她可能认为 逝去的主人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每天在这里和孩子们陪着自己的主人 女人知道 自己必须帮助这只可怜的流浪狗和它的孩子们 于是她站起身来 先去看望了自己已故的亲人 然后开始准备她力所能及的事情 女人先是去买了一些狗粮 由于时间太过仓促 这已经是她能找到最好的食物了 女人将狗粮喂给了饥饿的流浪狗妈妈 流浪狗妈妈小心翼翼地走近女人 慢慢地开始吃女人手里的食物 趁这个机会 女人终于看清了被狗妈妈藏在洞穴里的小幼崽们 因为流浪狗妈妈实在是太瘦弱了 她没有足够的奶水去喂养她的孩子们 以至于这些小幼崽看上去非常虚弱 狗狗到底多久没有吃过食物喝过水 女人并不清楚 她只能先填饱流浪狗妈妈的肚子 狗狗非常感激地看着女人 她已经不再害怕眼前的女人了 她是那么善良 还给了她食物和水 见狗狗放下了防备 女人开始抚摸瘦弱的狗狗 然后把食物放在小幼崽们面前 小幼崽们闻到了食物的香气 用了自己全部的力气爬出了洞穴 开始寻找散发着香气的食物 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太虚弱了 她们甚至没有力气动 女人非常担心她们会发生什么不幸 但是去找人帮忙 她又不放心让她们独自待在这里 思考一番 她只好给警察拨打了电话 请求她们的帮助 警察们很快就到达了墓地 她们将狗妈妈和小狗幼崽们 送到了当地的收容所 多亏了女人和警察 狗狗一家开始了她们不可思议的新生活 狗妈妈和她的小狗们被收容所的志愿者们 安排到了一间屋子里休息 在确保自己的孩子已经安全以后 狗妈妈很快进入了沉睡 显然为了照看孩子 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 这让她精疲力尽 此刻她需要赶快恢复一下体力 狗狗们在收容所住了下来 她们有了自己温暖的床 再也不用睡在昏暗寒冷的洞穴里了 而且还有新鲜的水和美味的食物 不会像以前一样积一顿饱一顿 收容所找到了专业的护理师 给狗妈妈和小家伙们进行医疗护理 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 不过仍然需要多吃一些 还要有足够的休息 狗妈妈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 志愿者们听说了她的故事 她为了自己的孩子经历了这么多 而且对人类非常友好 于是对狗妈妈更好了 一段时间后 所有的小幼崽都变得胖胖的 他们的皮毛非常有光泽 跟刚刚到收容所的时候 完全是两种模样 志愿者们很高兴 狗狗们都健康地长大了 之后 他们还给每只小狗幼崽都取了名字 狗妈妈看着怀里玩耍的孩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不只人类有温暖的亲情 动物之间的亲情也十分动人 就像故事里的狗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当然我们也要善待小动物 希望每一只狗狗都能找到爱它们的主人 度过幸福的一生 动物之间的感情 有时候也很坚定 这只拉布拉多正在海边的草地上晒太阳 舒服的日光玉让它昏昏欲睡 突然它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 飞快地跑向码头 最后一头扎进大海 是什么让狗狗如此激动 狗狗下海后 居然有一只海豚 正围着它不停地游来游去 仿佛在欢迎狗狗 狗狗也努力使出自己的狗袍式游泳 陪着海豚一起游玩 就好像是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它们如此亲密呢 这一切都来自一场美丽的邂逅 狗狗名字叫做本 它的主人是一名船长 在2006年捕鱼回来时 它发现有一条海豚正跟在船后 本去迎接主人时 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正当本努力用自己的狗袍式游泳 准备上岸时 它遇到了海豚妒疾 本看到杜吉时完全没有害怕 杜吉仿佛也知道了本的特别 它冲狗狗轻轻点头 陪着本一起游泳 从此 它们之间的友谊便开始了 之后的每天 本都会去港口溜达 希望可以再次遇到自己的海豚朋友 而杜吉也会在有船靠近岸的时候进入港口 每当杜吉来的时候 本总能第一个发现 然后跳下水陪杜吉一起玩赏 久而久之 附近的人们都知道了 有只海豚常来码头的消息 许多人都过来观看 有些人还会穿上游泳衣和杜吉一起玩赏 杜吉是少有的独居海豚 一般的海豚都很少和自己的种族联系 反而喜欢和人类玩赏 但很明显 这只海豚更喜欢狗狗 每次本下海时 杜吉都会吐泡泡来斗本 杜吉是只特别的海豚 本也不是一般的狗狗 每次本下海都能和杜吉连续游好几个小时 这个耐力简直让人吃惊 主人也完全不用担心本的安危 当本游泳累了 杜吉就会游到本的身下 用身体驮着本 把它送回岸边 那么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好朋友要来了呢? 研究人员表示 狗会感应自然 就像2004年印度海啸发生前 当地的狗狗们都提前逃跑了 想必本也是感应到了杜吉的友情信号 才能每次都见面的 这样的友情一直持续了四年 在2010年时 杜吉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 甚至不愿意再进入港口 本对此一无所知 整个夏天都守在港口 期待着朋友的到来 但海边再也没有了杜吉的身影 看着一天天销售下来的本 他的主人十分心疼 突然有一天 有人看到杜吉在岛的后方出现 主人听说后 立刻带着本见了他的朋友 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在船上的本再次感应到好朋友的声音 他激动地在甲板上上蹿下跳 迫不及待地想和杜吉一起玩耍 但由于岛后方的水流太过湍急 他们只能隔水相望 虽然这次他们并没有亲密地在一起游玩 但是这次见面足以让两个小家伙明白 彼此最起码没有消失 在未来的时光 他们一定会像原来一样亲密无间 这种动物之间的友情 不禁让我们感动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动物之间细微的感情难以让人捉摸 比如在这个家庭中的狗狗 它就和一般的宠物狗不一样 这只狗狗被主人养了六个月 但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就是主人每次靠近狗狗想要抚摸它的时候 狗狗的眼睛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只狗起初是一只流浪狗 主人在一次买菜回家的过程中看到了这只狗狗 见它非常可怜 但是样子又十分可爱 不忍心它在外流浪 于是把它带回了家 回家之后 这只狗狗明显表现得很排斥 每当主人靠近它时 它就会夹着尾巴匆忙地躲开 即便再温柔的人抚摸狗狗 它也会紧张而慌忙逃跑 随后就会看到狗狗身体 开始剧烈地颤抖 主人说 狗狗来到这个家已经六个月了 但是它的反应特别敏感 只要一有人抚摸 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但凡事都讲究前因后果 狗狗之所以会这样做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据主人所知 这只狗狗在成为流浪狗之前 也曾经被精心饰养过 它在原先主人的家里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每天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只要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主人都尽量会满足它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它会和一家人在草地上嬉戏 原先的主人对狗狗特别好 好到狗狗就像是自己的亲密宝贝一样 但是由于家里的其他成员 不喜欢这只宠物 只要狗狗独自在家的时候 其他家庭成员就会欺负它 所以每次狗狗都盼望着主人能够回来 因为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它就会被各种屈辱 甚至还会逼迫狗狗 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最过分的事情就是 有一次主人不在家出去工作的时候 其他家庭成员不喜欢狗狗 于是就准备将狗狗抛弃 他们大费周折地将狗狗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当时天还在下雨 本来狗狗的鼻子是非常灵敏的 按照以往的话 应该是能够找到家的 但是大雨冲刷了人类身上的气味 狗狗再灵敏的鼻子 也显然派不上用场 就在那一场雨过后 狗狗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于是他就成为了一条流浪狗 在流浪的日子里 这条狗狗也没得到什么好脸色 路上的行人千千万 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他驻足停留 狗狗也曾经寻找过自己的主人 但都于事无补 世界真的太大了 想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唯一的那一个人 真的太难了 可能是因为自己漫长的等待没有结果 狗狗主动放弃了 他本以为自己的世界将会变成黑白色了 但是没想到 眼前这个男人居然收留了自己 由于过去的种种经历让他心存芥蒂 即使来到了这个温馨的家 也没有感受到安全 当然 这只是狗狗的本能反应 其实主人对他很好 刚来到家里的时候 就给他各种吃穿 害怕狗狗在陌生的环境里难以适应 于是就专门给狗狗修建了一个新家 让他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玩耍 狗狗之所以流泪 也是因为之前的遭遇让他安全感缺失 一直害怕即使再温暖的环境也不属于自己 主人当然知道狗狗的内心世界 所以即使狗狗再排斥自己也不会放弃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主人一天一天的耐心关怀下 狗狗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并且会主动向主人示好 现在狗狗与这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和谐 当闲暇时光 主人会牵着狗狗一起主动去结交新朋友 狗狗在这个大家庭中得到了以前没有过的温暖 最后也希望狗狗真的可以永远地幸福下去 动物的内心也很脆弱 所以当我们看到它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温暖它们的世界 也会让自己获得双倍快乐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